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YouTube频道,我是老鱼 这个频道会持续给你们分享最实用的升级技巧 无论是我们露营,徒步旅行,还是我们其他的户外探险 掌握升级技巧是绝对必备的技能 这个频道绝对会适合你 首先,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请务必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有关升级的使用技巧和知识 我会定期的更新精彩内容 我们一起探索升级的奥迷 现在,让我为大家介绍一款非常安全可靠的升级 齐柏林级 它被称为飞艇级 引起广泛应用于齐柏林飞艇而得名 这个升级在使用过程中只会越拉越紧 而且承受特别大的拉力之后 也很容易解开 不会形成死级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打这个升级吧 首先,拿起根绳子 我们把它折成一个数字6的形状 确保绳头在上方 这样更好的进行操作 接下来,拿起另一根绳子 把它折成数字9 绳头在下方 这样我们将两个绳圈套在一起 上下跌放 确保数字6在上方 数字9在下方 接下来的步骤非常地关键 将上方的绳头 将上方的绳头从下往上穿过两个绳圈 确保它绳头在上方 然后将下方的这个绳头从上往下穿 确保绳头在绳圈的下方 轻轻拉紧绳圈 确保它牢固而不过紧 当你完成上速步骤之后 就成功地打出了一个齐波林结 你会发现这个绳结非常地牢固 它可以连接两根绳子 确保它们在户外活动中保持安全和可靠 通过学习齐波林结 你不仅能够连接绳子 还可以将它拥用于各种的实际场景中 例如在露营中 你可以使用齐波林结来固定帐篷的支柱 确保帐篷稳固而不会被风吹倒 当你连接两根绳子的时候 齐波林结是一个非常可靠的选择 它能够承受一定的张力 同时保持牢固 这种绳结的优点之一 是它在能承受拉力之后 很容易被解开 当你解开绳结时 只需要轻轻地拉动两根绳头 绳结就会非常自然地松开 方便而且快捷 这是因为齐波林结的结构设计特点 使绳头在拉力的作用下 可以相互滑动 而不会形成死结 这一特征在户外活动中尤为重要 因为在紧急情况下 能够迅速解开绳结可以节省时间 并确保安全 通过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通知 你将获得更多关于绳结的精彩内容 在未来的视频中 我将向大家介绍更多的绳结种类和应用 无论你是新手还是有经验的户外爱好者 这个频道都将会为你提供有用的技巧和知识 再次提醒大家 请确保订阅我的频道 并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关于神学的精彩内容 期待下一期节目与大家再相见 祝大家玩得愉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